唐朝中期以前 中国古代没有职业军人 中国古代的士兵都是职业农民 业余士兵 业余士兵 国家给你土地 然后你有了地之后 你要给国家交吃的 交穿的 提供劳役和兵役 我们现在要盖国家大剧院 我们要盖鸟巢 你就得去 你就得去给国家服役 给钱吗 不给 这是你的义务 因为国家给你地了 所以你交税 交吃交穿 给国家交布 然后服摇役 这都是你的义务 服兵役也是你的 义务 没钱 军装武器都得自备 没有钱 学过那花木兰吗 东市买这 西市买那 南市买这 北市买那 没听说打仗 还自己买东西的 你说今天国家征召我 我双岸买步枪 我是那个哪 我西单买手桌弹 哪有这样的 哪有这样的 步枪手桌弹 国家给我发 军服里的国家给我发 还得有军饷 那会儿屁都没有 军饷 想什么你想 你想什么 给你发军饷 都给你自备 自己备 备完了就去干嘛去 打仗去 他没有职业军人 没有职业军人 所以像那种 生产水平那么落后 能养活那些兵 就已经 很不容易了 而且那个时候 打仗的一定是平民 奴隶是不行的 奴隶是我的私有财产 你凭什么打仗 把我们家敦布拿走 这不成 能明白 所以他平民 平民打仗 中国古代平民打仗 用什么东西打 他的武器是什么 知道吗 什么东西 你看说什么 武器是什么 爬在那农民 一开始农民 一开始就是说 这帮业余士兵 打仗用什么东西 我一开始以为 一开始他以为说对了 你看咱们中国 常用这个字 降摩楚 或者又叫输 一打仗 直输前驱 输为武兵之手 中国代五种兵器 葛 毛 剑 输 武兵之手 什么叫输 什么叫楚 说白了木头棒子 说白了木头棒子 武王伐咒 杀了很多人 血流瓢杵 血流的杵能飘下来 那证明它是木头的 金属的就沉底了 对吧 所以就是木头棒子 古代打仗 最常用的技能工具是 你们这国家 称多少辆战车 千胜万胜 一辆战车上面仨人 那你一万辆战车 才三万人吗 不是 车上仨人 也跟着25个 举头木头棒子跑的 跟着25个步兵 到后来又是75个 就一辆车带着75个 一辆车相当于连长 后来跟着75个人举着棒子 是吧 有钱的呢 棒子结实点 是吧 钉点铜丁铁丁 就形成了后代的狼牙吧 是吧 就这玩 所以那会打仗都是业余吧 都是业余 为什么你这个中原王朝打仗 你干不过少数民族 是吧 就是人家职业就干这了 对吧 它生产跟战斗是一回事 你生产跟战斗是两回事 两把事 两把事 你平时都是拿耙子的 是吧 一年就那么一两个月 抡抡刀枪 人家天天弯弓射雕 你天下鸟一箭下来 就递着你一箭射几个 是吧 你跑大块有鸟块 是吧 有鸟块 你说咱们打仗 咱们中国历史上 怎么汉族王朝打仗 就没打过少数民族 怎么就干不过人家 你能干过他牛鬼了 是吧 你抡耙子 能弄得过弄弓箭的吗 你想想 那不可能啊 人不可能啊 人家跟牛摔跤 摔倒了 就摔你 摔十个有富裕 天啊 是吧